天保五年秋,少年皇帝在密信里答应远在北方冰天雪地里的上山虎,正会将萧恩换回国来。 所以,一代名将上山虎舍了京营十数年的北方要塞,只带着亲兵营与谭武回了上京,因为他相信天子无戏言。 结果萧恩换回国了,皇帝却不肯放他出来,因为皇帝想知道萧恩的那个秘密。 同时,太后却想要萧恩死,因为苦和不想萧恩的那个秘密被任何一个人知道。 因为锦衣未盯得太紧的缘故,上山虎在京中并没有强大的助力,但仅仅凭以他在军中的声望,不论是太后还是皇帝都必须给他几分薄面,而不敢逼之太甚。 这种局面,想来是北齐皇宫十分不想看见的,所以能够寻找到一个削弱上山虎实力或者声望的机会,他们必须要掌握住。 比如今天,沈忠望着马车旁的谭武,知道经此一事,就算不能给上山虎定罪,但只要抓住了上山虎这位当年的亲尉,相信上山虎在军中的声望也会遭受到致命的打击,与南庆勾结。 这种罪名是任何一位军人都难以承受的。 便在此时,谭武却偏了偏头,张开双唇骂了一句,苟日的南庆人。 沈忠微微一笑说道,先前那声巨响,本官倒是清楚得很,除了南庆监察院三处能整出这些花烧玩意儿,还能有谁? 南庆人帮助谭将军劫求,这事可是定了的。 没料到谭武竟是理也不理他,只是回头看了看自己身后的那九名属下,大帅的亲卫营是自己一手训练出来的,今夜已经死了不少,如果不是南庆人背信弃义,自己一定能够带领众人逃出升天。 他回头望向沈忠,忽然长身一礼道,请沈忠大人传句话。 什么话?沈忠并不相逼,因为他还存着万一的念头,可以抓个活的。 杀我者,范贤也。 谭武身为大帅心腹,自然知道这个计划的几个当事方,范贤身为南朝监察院提司,又恰在上京,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自然明显。 范贤这个名字,从他的嘴里嘶声喊出,充满了不分语愿读,清清楚楚地传入了场中数百人的耳中。 高树之上的范贤满脸平静,就像没有听到一般,心里却清楚上山虎视后一定会明白自己在此事里扮演的不光彩角色,更何况谭武临死前还狂吼了这么一声。 话音落出,谭武一翻手腕,刀光如雪,由下而上消去,生生将自己的脸颊削掉。 刀光再转,自颈上抹过,头颅落地。 紧接着刷刷九声响,近似同一时间响起,九个头颅被血水冲着离开黑衣人的身体,滚落在了地面上,与谭武的怒目元征,血肉模糊,凄惨无比的无面头颅滚到了一处。 很奇怪的,沈中并没有阻止他们自杀的举动,只是冷漠地看着这一切,半晌后才轻声说道,这些都是国之勇士,可惜丧于南庆人的阴谋,诸位好生厚葬。 谭武毁灭自杀之时,高树之上的范贤心脏微微颤了一下,凭借超群的耳力听见沈中的发话,这才知道沈中果然不简单。 所有劫囚的人都已经死了,只有那辆孤零零的马车还停留在锦衣卫众的包围之中,大家都知道,锦衣卫的祖宗萧恩,那位早已不复当年之勇的老人,此时正在马车里。 毫无预兆的,马车不知上面附着什么,竟是熊熊燃烧了起来。 火势极烈,片刻间便笼住了整个车厢,前方的马儿受惊,闲着眉的嘴却无法发出嘶嘶的声音,便要带着马车往前直冲。 刀光闪过,两匹骏马四肢一弹,砰砰两声摔倒在地上,马头处鲜血横流。 沈中冷漠地看着熊熊燃烧的车厢,不知道在想什么。 肖副指挥使看了大人一眼,有些焦急说道,大人,快救火,陛下要萧恩活着。 沈中微微一笑,挥挥手,止住了下属救火的举动,示意肖副指挥使到了身前,轻声说道,可是太后要萧恩死去。 肖副指挥使面色一脸,知道自己先前的说法有些冲动,他接着发现沈中的眼角眉梢浮现出一股很怪异的感觉,听着大人轻声自言自语道, 被关了这么多年,既然不能脱身,死亡,或许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火苗冲天而起,不一会儿的功夫,马车被烧得垮了架,跌落在街道中,黑灰溅起,热气熏人。 带火是停止的第一刻,就由锦衣卫的专用舞座上前,开始仔细地检验车中的那具尸体。 不一时,便回报道,正是萧恩。 沈中点了点头,问道,腿伤是新成的。 是,受伤不超过两个月。 呀,与悟渡何处接手时的记载一致,缺损三颗。 沈中的表情有些怪异,似乎是不敢相信萧恩就此死去,似乎是他此事不知该用怎样的表情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总之那一丝微笑有些诡异,有些淡漠。 城南上山大将的府中,一代名将上山虎正与他的夫人正在说话。 二人身旁的茶几上放着礼丹,院子里隐隐可以听到一些杂乱的声音,夫人眉眼间略有忧色说道, 老爷,太后作寿,这几日您离不得惊,这可如何是好? 若放在往常,这个时候江府里应该是安静一片,不知道为什么,今日竟是连夫人都没有入睡。 上山虎面色不变,沉生说道,自然是不离的。 那这受淡的礼,夫人低着头请示。 自然也是不备的,夫人,你还是准备一下行礼吧。 说话间,忽然有一位虎背熊腰的壮士急步走入后厅。 夫人时的此人是大帅的贴身亲随,但时已凌晨,对方居然不寝而入, 想来一定是自己那个不吉利的猜想变成了现实, 他有些慌乱地看着上山虎一眼,颤声说道,你真做了。 上山虎不怒而微,一双黑残眉渐成见风,沉生说道, 本将忠于朝廷,但是有不协处,也要云我小小放肆一下。 夫人不再多言语什么,只是沉默地退到了后世, 也不再有心思去打理太后受淡的礼物。 大帅府外的钉子多了起来,只有与上山虎最亲近的那些人, 才会执拗地称呼上山虎为大帅,而不称其为大将军。 此时说话的这位贴身亲随本无姓氏,只是一名孤儿, 后来被上山虎从雪林里捡了回来,养到了这么大, 刺刑上山,单名一个破字。 他与上山虎的关系,有些类似于上山虎与萧恩之间的关系, 只是他对于上山虎是敬畏多于亲切。 等着消息吧,上山虎稳弱东山的坐在椅上, 面目沉静,根本看不出一丝紧张。 上山破领命而出,监视着院外的动静, 同时准备着后续的手段。 许久之后,上山破再次回到后世之中,半跪余地, 沉声说道,失败。 他的声音没有一丝颤抖, 但不知怎跌,却依然掩饰不住一股悲凉透了出来。 上山虎扶在椅把上的右手蹲了一顿, 闭上了双眼,闭眼的力量用得极大, 眼角的皱纹像菊花一般绽开, 直到此时,才能发现这位一代名将的真实年龄。 他走回了后世, 看着床边有些不安的坐着的妻子笑了一笑, 说道,已经很晚了, 你为什么还不睡? 将军夫人有些不安地笑了笑, 睡不着。 上山虎微笑说道, 我们不离京了, 来商量一下后几日入宫给太后的礼丹吧。 此时天色正处于黎明前的最黑暗时分, 下方一片狼藉的院落开始收拾, 四百八方围堵过来的锦衣卫 也开始沉默地按着各自直撕散去, 那辆被烧成了灰烬的马车, 与地上那些尸首也已经被政府司的专业人员接手, 不一会儿功夫, 下面就回复了平静, 在一个帝国的强大机器面前, 要掩盖这样一声巨响, 一件惊天大事, 也不是做不到的事情。 后墙处受伤的锦衣卫还躺在地上, 偶尔会发出几声低沉的惨呼, 那次爆炸引发的伤害十分厉害, 大部分人都死了, 就算偶尔侥幸逃生的人, 也是浑身土灰, 满脸鲜血。 此时正有人抬着那些受了伤的锦衣卫 往北城方向的衙门去, 大夫们也各自紧张地跟着, 一长串担架看上去就像一个细细的百结虫一般, 扭曲着腰枝往前。 范贤小心翼翼地浮在树枝上, 收紧全身的肌肉, 再放松全身的肌肉, 如此不停地重复着, 以免将历太久而导致自己的反应变慢。 他看着树下像中那些担架上的伤者, 心里想着, 如果不是自己当年很喜欢看沉默的羔羊和杀手梁, 只怕还会真的让那个老头逃走了。